苏顺青把刘墨林的鞋子脱下来 轻轻地搭在床边的两只脚移到床上 用银池喂了刘墨林两口水 刘墨林示意地扎了扎嘴 翻身巷里睡得越发沉了 苏顺青偏身倚床 久久凝望着自己的情人 这正是梦下五月夜最深沉的时分 一丝风没有 也听不到虫鸣鸟蹄 只不远处池塘边 偶尔传来一两声歌姑哇声 随即陷入更深的死寂 江源的月亮透过满天莲花云 将清幽朦胧的沙漠悠悠洒落下来 层层叠叠的树 屋 院中的罩壁 都像被淡淡的水银抹刷了 苍白又带着阴森和幽暗 黑曲曲的阴影下 一切都看去阴影绰绰 若隐若现 蹲距在那里的石桌 鱼缸 盆花和甲山石 仿佛在无声的跳跃 随时都能扑出来 咬视毫无防备的人 沉门的 带着颤音的舞炮 透过深不可测的夜色 隐隐传来 惊醒了物作吃望的苏顺青 他站起身来 幽灵一样 在昏厌欲灭的主影下躲着 待着的目光 好像要穿透墙壁似的 向远处望着 口中喃喃自语着 似梦意一般恍惚 我身子碎下见 心也见吗 我七岁丧母 十岁丧父 头插草标 自卖自身 我是孝女 妈妈是个娼妓 可她幼年和我一样 红柄相连 并不逼我卖身 莫林啊 给你时 我是干净人 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能歌善舞 琴棋书画 朱板接会 我是才女 皇上有纸 一出见急 我本来能跟你熬出头 做个一品夫人 她亮相着 夺置窗前 黄黄的月光 照着她苍白的脸 可现在 还有什么 牛郎 肯要不结的 织女吗 我 想不到苏顺青 竟有今日 不成鬼 也不成人 心如天高 命似纸薄 许军 我饶不了你 隐私 与你分枭 苏顺青脚步 盘扇着回到案件 抖着手 拿起那把诗扇 查归二字 在灯下显得那样的 侧眼侧心 她吸动了一下嘴唇 没再说什么 就着烛火燃着了 直到扇子烧尽了 才丢了下去 接着 苏顺青打开庄帘匣子 取出一个小纸包 将里头的药 抖进酒杯 破了水 又深情注目了一眼 吼吼酸睡的刘墨林 一仰脖子 便吞咽下去 她忍着脚痛 合一 卧倒在刘墨林的床下 剧烈的腹痛 痛苦的她 伸直了腿 又蜷缩成一团 到死 她也没有伸眼一声 刘墨林直睡到日上三杆 才醒来 素醒未尽 只觉得口干舌燥 便连声要水 连着叫了几声 没人应声 刘墨林坐起身来 游觉得头微微发晕 音见苏顺青 扶身挺卧在床前 音笑道 哎呀 哪里就睡得这样死啊 从床上掉下来 都摔不醒 又叫两声 见毫无影响 刘墨林心下 才觉得不对了 急急了些 下来扶驶 却见苏顺青 心眸紧闭 颜面惨白 一滩泥似的 仰在怀里 咬破的嘴唇 隐隐渗出血丝 刘墨林大吃了一惊 摸了摸鼻息 又按脉时 哪里还有半点影响 刘墨林 刘墨林痛哭了一声 顺青 便使劲儿晃着苏顺青 冰凉绵软的身躯 连声叫头 清 醒一醒 清的是怎么啦 啊 清给我 醒一醒吧 哈哈哈哈 他抱起苏顺青 梦游似的 在屋里边兜着圈子 已是替似庞陀 只一句接一句 七晚地呼唤着 苏顺青的名字 清 醒醒啊 昨晚清香有话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本该问问清的 哎呀 我真昏啊 我为什么不仔细问问啊 哈哈哈哈 说着 哭着 见老宝 推门进来 惊得满面 土色 呆立在门口 刘墨林 把苏顺青的尸体 放在床上 发了疯似的 扑到老宝面前 披胸提起 嘶哑着嗓子 尖力的狂吼 老母狗 是谁欺负了苏顺青 说 不然我掐死你 不 我送你顺天府 叫你骑木驴 灵刀子 碎割了你 你说我 搬到搬不到 啊 你说我 搬到搬不到 老宝子胸口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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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 徐大人 刘墨林 夜把 散开老宝子 咬着牙 想了想 你是信了 老宝子的话 一句话没说 腾腾 几步 跨出房 站着一想 徐骏 此刻 必定还在 连亲王府 一叠连声 叫背马 自迁了出院 一翻身上马 便狠夹了一边 那畜生 长嘶一声 泼疯着 向朝阳门外 狂奔而去 刘墨林 一枪怒火 在连亲王府 罩壁前 滚安下马 他转了一口 粗气 望着戒备森严的 王府门 却犯了愁愁 进这道门 要通病的 自己不过一个 小小的汉林 连亲王 若挡架不见 又如之奈何呢 急让允见 问起自己 有什么事要禀 又该怎么答对呢 再说了 徐骏 是允四的做上课 老牌子的 汉林院编修 允四跟前 说得响得红人 自己手中 无凭无惧 进去揪人 等于当面 郭允四的耳光 允四 岂肯袖手 旁观呢 就是徐骏 现在究竟 在里头不在 也是两可之间 正转着念头 听门里 炮响三声 中门压压而开 一对太监 拍着手出来 叫肃静回避 接着 便见一城 八人台 鹅黄曲饼 散亮叫 抬着笑容可居的 允四出来 后面 跟了一大群 王府护卫 和清客幕僚 却并不见 徐骏 刘墨林 正自失望 闪眼 却见 徐骏 从一门 一步一躲 摇着扇子出来了 刘墨林 心里 轰的一声 血 全都倒涌上来 脸顿时 炸着通红 将马 系了 拴马装 带要过去 允四却一转脸 瞧见了刘墨林 吩咐助教 哎呀 那不是墨林吗 是 刘墨林 打了个对 回过神来 忙驱跪一步 在允四 叫前行礼 磕头打签 卑职 给王爷请安 给我请安 允四见他 恶狠狠 忍不住的 瞟示徐军 不禁失笑 哈哈 其实我好大面子 你从年大将军那儿来 还是从十三爷那儿来呀 有什么事吗 刘墨林 惊着一问 倒被激的 清醒了许多 一躬 回道 臣 打抱亲王那儿来 一来给爷请安 二来 寻徐军 打个计划 徐军 原也怕苏顺青 把首尾告了刘墨林 这冤家 来寻自己晦气 本要躲开他 听说是借钱 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学过来笑道 哈哈 也真亏你了 跑八爷府 寻我借钱 就这么猴急吗 又转脸 对允四道 王爷不晓得 墨林讨了个好女子 如今走着桃花运 要藏娇先住金屋吧 成 这事我当人不让 要多少 回头 我叫家人给你送去 刘墨林过来 一把拉住徐军 扯过一边 又向陨寺一移 训笑道 王爷要上朝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臣实在莽撞 对王爷不起 王爷 您请 一头说 一头晕着气 趁徐军毫无防备 猛的一转脸 呸的一口浓痰 脆了过去 徐军顿时满脸都是痰计 刘墨林后退一步 将辫子甩了脑后 宁笑道 你这个衣冠禽兽 我寻你就打这个计划 陨寺的大叫刚刚升起 教夫们 被这猝不及防的事变 唬得腿一软 竟又将陨寺蹲在了地上 陨寺原本面带笑容的 一下子阴沉了脸 转身鹤头 刘墨林 在本王面前撒野骂 徐军情之理理 一来里驱 二来要显寒养 一把擦了脸 顿了一下 王爷 他是出了名的刘疯狗 你和这种东西 计较什么呢 你才疯狗的 刘墨林恶狠狠的骂 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名门相府 书香世家 把徐前学他爹算起 你们一门鸣狗 你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不明白吗 徐俊见刘墨林 开口乳籍副祖 疼的 掌红了脸 眼中出火 我看你是失心疯了 先父先祖 抬起脚板 也比你的脸干净些 你不过狗洞子里 钻出来的个穷王八酸钉 就这副小人得志模样 八爷 他今日当众欺望 你老就是个贱者 刘墨林 你当众说 凭什么侮辱我 暗示亏心 神目如电 你自己明白 我不明白 你明白 我不明白 陨四此刻 其实已经明白了 毕是 为那苏顺青两个人争风吃醋 眼见赵壁策 已经挤满了乔热闹的贤汉 所以下轿断喝了一声 你们这是什么体统 刘墨林 我不管你是什么道理 徐骏是我赵政府义士的人 你当着我的面就大口脆的 我是义政王 当今万岁同胞弟 凭你这一条 我就难容你 刘墨林审的 八爷 不能容我 西宗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您天则剑 王命 棋牌 剑剑都有 斩了我 岂不爽快 陨四被他顶了一浪 冷冷的一笑 我素来宽人待下 想来 人必已净成事物 不料还真有你这样 不实抬举的 你没有死罪 活罪难饶 来啊 在 刘墨林 吃醉了酒 来闹我王府 驾他 到我书房前 晒晒太阳 碰出一身汗 酒就醒了 怎么发落 我奏鸣天子 吏不自有 飘逆 扎 几个歌是哈 齐应一声 如狼似虎的扑上来 架起刘墨林便走 刘墨林呼天抢地 挣扎着大叫着 八王你不讲理 拉偏家 苏顺青被他害死 你知道吗 徐军 你手上沾着血 你满身都是血 你老师吃了你的毒药 死了 顺青也吃了你的毒药 死了 他们都站在你身后呢 你回头看看 他们都要取你的命呢 他的呼声 惨怯凄厉无比 在场的人 浑身无不起力 徐军 吓得面如吐司 竟真的觉得 背后冷风森森 烟气低人 经得不由自主地 回头看了看 那陨寺 却无所谓的一审 命令教父 快点 万岁等着 去封台阅军呢 被这疯子 拦了这么久 真是荒唐 陨寺这一耽误 迟入朝 尽一刻时辰 再到西华门 刚要递牌子 里头高乌庸 喘吁吁地跑出来 也顾不得请安了 跺脚头 马中堂 张中堂 早就进来了 都在太和门 等着您老人家呢 想着爷 要从东华门进来 那边叫张五哥 派人去催 爷却从这边过来了 允四 一边跟着进来 一边笑道 哎呀 万岁左 叫我西华门 地牌子 我敢走东门吗 这正是俗语啊 叫往西 不敢往东 你就这么挤脚猫似的 皇上想必 是在乾清宫了 年大将军 进去了吗 哎呀 年大将军 早进来了 和龙中堂 陪着皇上 在乾清宫 说话呢 十三爷 夜里吐血 园也要进来的 皇上叫免了 又着 太医院医政去看 说等着太医的信 再去跃军 不然 这早晚 早已经出来了 二人一边说话 已到了太和门 张廷玉和马骑 早就在那里等候了 见他过来 他松了一口气 马骑便道 八爷可来了 叫人流星快马去府上 说王爷已经过来 东华门 又说没到 一时皇上较劲 我们两个 怎么回话呢 张廷玉 却没说什么 将手一让 哈着腰说 王爷先行 我们随后 于是三人 由太和门入内 却步走三大殿 由左翼门 过建亭 重楼 竟由景运门 过天街 在乾清门 报名请见 一时殿有纸 说进来 三个人进来时 却见御医 刘玉朵 正在给雍正 回奏 允祥的病情 龙科多 攻身势力的身边 年庚尧 却坐着 雍正 适宜 他们免礼 却对刘玉朵说 你说的那些 可卖相 朕也不太明白 你也不必细说 你只说 遗亲王究竟何病 与性命相干不相干 呃 回万岁 遗亲王室 劳疾 万岁盛名 这病最怕劳累的 这次王爷犯病 敢怕是劳心过重 调养不周的过 十三爷身子骨 缘极好的 只要安心荣养 得忠天年 也尽有的 至于暮下 奴才敢断言 三五年内 与性命绝无干碍 怕就怕遗亲王 忠君爱国 不惜生命 不遵医嘱 那就是奴才的医缘 太薄太浅了 说罢刘玉朵 便磕头 雍正的目光 悠悠地望着远处 良久才探到 哎呀 李卫上年奏说 脾胃失调 是你们愿谢鹏 去看卖的 朕下特旨 叫他办理事物 量力而行 不可强废精神 他什么都听朕 唯独这一条做不到 听说也可写了 你既这么说 朕把十三爷索性交给你 衣食住行 由你一人悉心照料 即便朕下旨意要见 你以为不宜 由你来向朕回奏 你可听着了 万岁原有旨意 李密亲王的病 也由奴才照看 奴才去伺候十三爷 原来的差事 谁来接替呢 还有大阿哥 雍正想了想 二哥的病 叫济洞去 你们会同诊事过 由他接替 大阿哥是风筝 免禁人事而已 你才夺着指个太医 犯病时 进去治就是了 都是一副同体的敌亲兄弟 雍正如此薄厚不一 允四听了 不由的一阵寒心 张廷玉在旁陪笑 主上 臣管着内务府 大阿哥 二爷 还有在尊化孝陵的十四爷 近日身子也不爽 由臣 兰总照应 这边十三爷的病 由刘玉朵专责伺候 这么着可好啊 嗯 也好 雍正掏出怀表看了看 站起身来 你是宰相 那谢礼阴阳调和万方 是你的本职嘛 时辰到了 严大将军 到你军中看看吧 严庚尧一直静听不语 默默若有所思 此刻忙力起身来 义公说道 是 我给主子先到 雍正微笑着 拍了拍他的肩头 不 你和朕同做一个碾鱼 你不要辞 王前则国兴 市区则国衰啊 朕难道 不如其微王吗 朕看你 胜过朕的顽脸之子 君臣父子 那么多的行计做什么 父子同渝 也是乐事嘛 说吧 哈哈大笑 竟携了年庚尧的手 一同出宫 上了三十六人台的 明皇大亮教 那么多乐事嘛 寂寞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